你非常享受在他面前 祈求爱情 是吧 偶尔能够给你一点好 就像恩赐一样 你就会心里很舒服 是吗 也没有 我就觉得他 有男人追你吗 除了他之外 有 有比他优秀的吗 有 为什么不选 我就觉得 他对你哪好吗 他刚开始就对我 对 刚刚已经说了 不要老说刚开始 追一个女生的时候 既然要追 当然要好嘛 对你不好 怎么可能追到你呢 我就觉得他这个人 说话比较迟 没有那些花花肠子 对 是比较迟 就是明着告诉你 我不要你粘着我 你这个没用的人 那么懦弱 你不觉得他那种直白 对于你来说 是一种不尊重和伤害吗 是 是啊 那你还喜欢这种直吗 我觉得他可能不敢 一个爱人对于你 不光是要直要真 关键是还要真诚 这点诚意是对你的尊重 你说呢 男生 你那些是对他 有点小小的自卑的 因为从外表形象上来说 他的追求者一定 比你的追求者要多 所以你百般地打压别人 以此来抬高自己的地位 你哪那么多脾气啊 自以为自己是那个爱情的 主宰者 自以为自己有各种各样的 优越感 但其实 你除了在最开始 对他好之外 你后面你付出了什么呢 你从来不注重他的感受 你只注重你自己的感受 你只顾着自己发脾气 不管对方是否能够接受 这个女生从上台开始 到现在为止 她基本上脸上 是没有什么笑容 因为在这样的一段 你们交往的过程当中 你不断地以否定她的方式 让她没有存在感 而来表现你自己的存在感 她没有生活的自信 是吧 所以你今天一定要走啊 不走的话 那我只能说你很享受 如果你享受 那你就留下 但我认为一个人 不管是爱到深处 还是情到深处 始终希望自己的爱人 是懂得欣赏自己 懂得理解自己 懂得尊重自己 就这样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多照顾我的感受 像那时候刚刚追我那会儿 能对我好一点 然后说话不要那么难听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一直都挺乖的 很多事情可能确实也是我的问题 是我性格的问题 我以后肯定会注意这些 其实我还是挺喜欢你的 我就是希望你能够多陪陪我 发现心里要回 谢谢老妹啊 请回 请回 来 请关门啊 来吧 下面他们要做自己的选择了 请开门 决定在一起了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谢谢 来 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你不是想跟我讲的吗 你好 肯定叫你好 今天虽然我们都不看好你们 但如果你们觉得这段情是真的 你们就好好地去呵护这段情 祝你们开心 好吗 姑娘 来 好好把握吧 谢谢你们 请回 那张幸福距离 来停满回忆